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级围棋教室 我们继续讲关子基础 今天给大家讲关子的分类 围棋关子呢 一般说来分两类 一类是打结的 有关和打结的 打结里边有先手结后手结 也是分先手分后手 但是打结里边呢 还有一个缓气结 缓气结的问题呢 缓一手 缓两手 那打结的关子呢 就更为复杂一些 那还有一类就是没有打结的关子 那就是普通的关子 没有打结 没有打结这一类里边 一般说来呢 是分三类 说起来是分三类 一类叫双先关子 就是说双方走都是先手的关子 那一类就是一方走是先手的关子 由于某一方走是先手 那先手这一方呢 那就没有必要去算 他走掉就可以了 那先手一方的关子 所以这个关子呢 大部分呢 就是逆手的一方 要计算 这个关子有多大 所以这个呢 也叫逆手关子 那另外一类呢 就是双方都是后手 这样的一共分这么三类 但是呢 双先关子呢 由于呢 更多的就是 该什么时候该走 更多的把握实际问题 所以呢 它不算在关子之列 关子里是不算的 所以关子里呢 实际上就只有两种 一种是双方后手的 一种是一方先手 一方是后手的 而双方的先手呢 一般呢 是不算的 这样我们呢 就先 我们讲的过程呢 也是先把打结呢 放在一边 我们以后再讲 这样呢 我先讲了普通的关子 再讲了某一方 是先手的关子 然后再讲了 打结的关子 是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先来看看 双先关子 为什么呢 不算在关子的行列里 比如就算是九楼盘吧 这样的 起 一人呢 围一边 那比如是说是这样 那接下来 这个呢 就像是先手了 那黑棋搬 搬簪 那白棋就 补一个 比如这样的 黑棋搬簪 白棋就补一个 这是黑棋 是先手 但黑棋不走呢 白棋也是先手 那白棋搬簪 黑棋呢 也补一个 是 双方都是先手 双方都是先手 那计算大小呢 是没有意义的 双方都是先手 没有必要算大小了 走了呢 当然是好 但是一般情况下呢 它不会走到呢 走到呢 都封闭的时候 总是在这个时候 让你选择 比如现在的情况 那黑棋搬簪 究竟便宜不便宜呢 比如黑棋搬簪 给白棋一虎 那个脚呢 就白棋这个脚呢 就磁势很多 那同样 让白棋搬簪 那黑棋这儿呢 也磁势了很多 所以大家呢 就要从这个 至于自己是 目数少一点 让对方厚一点呢 还是说 让对方厚一点 自己目数多一点呢 更多的呢 要从这些角度呢 来考虑 所以双线关子呢 就是个实际问题 什么时候该走 什么时候不该走 所以这部分呢 不属于关子的范围 所以呢 一般的关子呢 是不讨论双线关子的 因为双线关子 如果说是这样的棋 双方都活了 双方都活了 那也没有必要呢 去讨论它了 比如这样的棋 那白棋你赶紧搬了吧 白棋搬簪是先手 不然呢 一打 这块黑棋就死了 那同样 黑棋搬簪也是先手 那也不走 一吃 这块成打结活了 它只有打提了打 那成打结活了 那所以呢 黑棋搬簪 白棋呢 也得补一个 那么这样呢 讨论它的大小呢 就没有意义了 一般呢 下不成这样 就这种情况不太多 不太多 更多的时候呢 就是要 还是刚才那个样子 是个实际问题 该不该搬 你比如稍微变一变 就算这种情况 你只要稍微变化一下 它就有这种 有这个问题了 这块是活的 那这个棋 究竟搬还是不搬 不搬 那里边有没有点 什么各种棋 那这靠完呢 有没有加呀 这里边都有问题 你如果黑棋搬簪了 木是大了一点 但给白棋搬簪了 木是大了一点 但给黑棋虎呢 就比较厚了 那黑棋也是 黑棋搬簪完 木数虽然多 但是给白棋呢 就下厚了 更多的时候 要从这个棋中呢 来选择 这就是双仙关子 所以双仙关子呢 不再讨论范围之列 这样我们以后呢 会出一些类似的 这种情况 但一般呢 不算在关子里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两种 一种呢 是双方后手 一种是一方先手的 我们先来看 一方是先手的 那比较 这就比较简单了 那比如这样的棋 黑棋走 是四目 黑棋走 那白棋走 这步就是先手 白棋走 黑棋就得 做火 这个棺子就消失了 这个棺子就没有了 白棋可以下别的 但白棋不走 那就要算清楚呢 黑棋这一粒 究竟有多大 那这就叫逆收棺子 就黑棋走 来计算 一般叫它逆收棺子 你白棋先手 就不用算了 白棋搬了 它补就行了 白棋不肯走呢 更多的大部分时候 是因为呢 打劫 你如果到处都走掉 那到处 别处有个打劫的话 你就劫财就损了 所以它不太肯走 它都留着 留着呢 留着呢 该走的时候 就是收到这么大棺子的时候 再来 再来走 那一看不行了 这个不能留了 这时候再来搬 早不肯搬 早一个是损劫财 主要就是损劫财 一搬 一走 损劫财 因为打劫呢 在对局中也经常见 所以把它走掉 一个是打劫财 一个就是说呢 我保留这个变化打劫 一个是保留这个呢 让你来犯错 我这个力呢 它肯定算着呢 不大 所以它就故意留着 让你来下 而围棋呢 就是这样一个节奏 不到搬的时候 它就不搬 留着 以后有些变化呢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也不是特别能够确定 所以这就保留的 这种棋控情况 当然黑棋呢 就有可能逆收 这些逆收的状况 单方是先手 黑棋走是后手 白棋班是先手 所以这个关子叫逆收关子 然后我们就要算清楚 这个力究竟有多大 这个以后呢 会给大家讲 那还有剩下的 那就是双方后手的关子了 比如现在这个棋 黑棋走乘一木 白棋走就把它破了 这种就全部是双方后手了 黑棋走也是后手 白棋走也是后手 这样就是比较常见的 这双方后手关子 也叫普通关子 一般情况下呢 把这个逆收关子呢 也会折合成普通关子呢 来算 这样呢 其实呢 中和下来呢 那就变成了两大类呢 一类就是打结的 一类呢 就是普通关子 普通关子呢 它把那个逆收 普通关子里边呢 分三类 双先的这类不考虑 逆收的这个关子呢 折合成普通关子 那么实际上呢 也就这样 它就都变成普通关子了 关子呢 那就是整个分两类 一类打结 一类非打结 就主要分这么两大类 好 下边呢 我们来看 关子的属关子呢 是以什么为单位 关子呢 当然是以木为单位 以木为单位 看看一手旗的大小 这个图呢 我们原来呢 就见过了 这部 没木 但是叫零木 这部说零木 这围棋里呢 最小的了 零木 再往里下的 就下的里边 就成负一木 因为下的这个是死的 将来拿回来 填到这里边 以保证 棋子的平衡 只有棋子平衡了 我们才能数木 棋子一般多 我就只数木就行了 谁多 谁就赢了 所以你 往里下 就是负一木 将来是死的 所以零木 零木呢 就没有必要计算了 它不从零木开始算 零的就说 你下上去 这部水 这部就是零木 这些都是零木 也就是零木 但是呢 是摆了一个子 但是它零木 那以单位呢 那就是以木开始 那一木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黑棋 下下去 黑棋走 棺子呢 跟鼠木呢 不一样 那就是要看黑棋走 跟白棋走 还有看三个要点 那就黑棋走和白棋走 还有先后手 基本上要掌握三个要数 那就是一先来看 黑棋走如何 比如现在黑棋走 黑棋得了一木 那还要看白棋走 白棋一下 黑棋一木没有了 没有了 那是黑棋一下 白棋 而白棋走呢 白棋 无论黑棋走 还是白棋走 白棋一木都没有 没有 然后再看第三个先后手 这双方的都是后手 那就是黑白先后手 这是棋子的三个要素 一般说来呢 就按这三个方面来考虑 你就是说来看呢 黑棋走和白棋走呢 黑棋差了多少木 再看黑棋走和白棋走 白棋差了多少木 然后再看先后手 基本上每一手棋的价值呢 都是按照这个方法去计算的 我们下来来举个例子 这个就不举了 这个黑棋走没木 白棋走也没木 双方后手 那黑白先后手夹起来 这个就是零木 什么木都没有 那再来看这个 这个 黑棋走 有一木 白棋走 黑棋就没了 无论黑棋白棋 白棋都没木 那就是黑棋走或者黑棋走或者黑棋走和白棋走的话 黑棋差了一木 而黑棋走和白棋走呢 白棋差了零木 那就是加起来 一木加零木 那一共就差了一木 所以黑棋差一木 再看后手 双方都是后手 那这个情况下 这手棋呢 就是一木 这手一木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二个情况 来看这样的棋 这棋当然都是活的 黑棋是活的 白棋也是活的 来看这手棋 那这手棋呢 黑棋走和白棋走 黑棋乘一木 那白棋走和黑棋走呢 白棋也乘一木 黑棋乘一木 白棋乘一木 加起来呢 是两木 双方都是后手 所以这个关子呢 就是两木 好 再来看一个 比如这样的棋 黑棋走 围了一木 吃了一个子 所以黑棋走呢 和白棋走呢 黑棋差了两木 而黑棋走和白棋走呢 白棋差了一木 那黑棋差两木 白棋差一木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三木 同时呢 再要看先后手 双方呢 都是后手 所以这个关子呢 就是三木 这是关子的一般的计算方法 也是这样定义的 再练一个 黑棋走 和白棋走 黑棋差两木 那走这个黑棋走和白棋走呢 白棋差两木 这个关子呢 就是四木 再来看 再来看 再来看这样的棋 黑棋走和白棋走 黑棋一共差了三木 黑棋差三木 那白棋走呢 白棋也差三木 一来一去 那黑棋加白棋 双方都是后手 那这个关子呢 就是六木 这就是呢 基本 这个呢 就是普通关子的算法 那就算完黑棋 算完白棋 把它们的差呢 加起来 就是这一手棋的价值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给大家讲 逆收关子 好 我们继续来进行 现在讲的是关子 就普通关子的收法 我们刚才算了 普通关子 那是算完黑棋的差别 再算白棋的差别 再看双方的先后手情况 比如现在 白棋一走 白棋多三木 黑棋一走 白棋没了 黑棋呢 乘三木 那这黑棋一共差三木 白棋一共差三木 双方是后手 所以这个关子呢 就是六木 是双方后手的关子 好 下边呢 来看一些稍微复杂一点的情况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情况 黑棋一走 黑棋是两木 那白棋一走 黑棋还有半木 这地方要算算清楚 把这些常见的形状要熟悉了 他有半木 那就是黑棋走 跟白棋走 黑棋呢 一共差了一木半 一木半 而白棋呢 一共差了一木 那白棋差一木 黑棋差一木半 那这个关子就是两木半 两木半要数清楚 关键这地方呢 要数清楚黑棋 黑棋 黑棋一下是得两木 那白棋一下 黑棋还有半木 所以黑棋呢 一共是差了一木半 白棋呢 一共是差了一木 那一木加一木半 这双方又都是后手 所以这关子呢 就是两木半 那同样 这个棋也是 那这个关子有多大呢 那就要看 黑棋走和白棋走 黑棋一共差了一木半 那白棋也同样 黑棋走跟白棋走 白棋也是差了一木半 那一人差了一木半 双方呢 都是后手 这样呢 这个关子就是三木 你先算黑棋的 再算白棋的 再看先后手 那就黑白先后手 双方都是后手 现在双方都是后手 一人差了一木半 这个关子呢 就是三木 加起来 这个呢 主要是要弄清白棋一下 你准确的知道 黑棋这还剩半木 那黑棋一下 你要知道白棋这呢 还差半木 把这个就要数清楚 再往下 那就麻烦一点 比如这样的棋 那就麻烦一点 你看黑棋一走 黑棋成两木 那白棋一走 黑棋还有半木 那黑棋一共差了一木半 黑棋总共差了一木半 那白棋走 白棋是得三木 黑棋走 黑棋是一有四分之一木 一有四分之一木 那白棋 你就要算清楚白棋呢 这一共差了多少 他一走是三木 一走 他是一有四分之一木 那白棋一共 差了一有四分之三木 一有四分之三木呢 加一木 一有半 那就是三有四分之一木 这步棋就是三有三木 多一点 三木墙 一般 无论是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都按墙来算 所以这步就是三木墙 这是你 这个呢 你就要熟悉 这个是几木 就要熟悉这个 这个一看 马上就知道 它有一木 多一点 一木墙 一有四分之一 你这手棋呢 实际上呢 破了它不到两木 也就是说白棋增长了呢 不到两木 是增长了一有四分之三木 把这个两边的差 加起来 就是这手棋的大小了 这手棋大小 现在这手棋呢 就是三木多 三有四分之一木 是这一步 再来看一个 这些呢 就好算一些 那再往下 这些 这一类的 就都要算清楚 把这个复杂 我们继续来举这样的例子 黑棋走 我们好算一些吧 那这样的起 半木呢 已经比较熟悉了 那来看 黑棋走 这是三木 白棋走 它剩下一木了 黑棋不会提的 不提 放在这 不动 那黑棋 白棋走 黑棋这呢 一共在这个位置 就只有一木 这个形状要熟悉 那黑棋走 跟白棋走 那黑棋呢 一共差了两木 因为黑棋走得三木 白棋走 它还有一木 那黑棋一共差了两木 把它记住 这时候呢 再来算白棋 那白棋下这一步 一二三四 这一共是五木 那就是围了四木 吃了一个 白棋下一共是五木 那黑棋如果一下 那就要算清楚 白棋这一共还有几木 要想你就得先得算清楚 现在它有几木 那你还得呢 继续看 所以说呢 开始我们讲了呢 比较多的是鼠木 这地方呢 就要用着 一定要先学会鼠木 我们才能算关子 比如这样的棋 就要算清楚 现在就来继续算 白棋呢 下这一步 见 白棋是一二三四木 白棋能够得四木 如果黑棋下 那就只有半木了 那半木 那你就得下呢 它就只有半木 那你就 你就得把三木 就得把那三木半 除以二 就是三木半除二 就是除以二 就是一点七五 再加上零一点七五 再加上零点母 那就是两 二有四分之一木 二有四分之一木 现在呢 这个白棋有二有四分之一木 那就是白棋走 有一二三四五木 黑棋走 破了它 二有四分之三木 二有四分之三木 那二有四分之三木 加上破到它的两木 所以这个棋子呢 一共就是五木若 四有四分之三木 这个棋子是四木 多一点 四有四分之三 大致呢 就是这样的一点一点的 算清楚 要具体算清楚呢 每一木呢 有多大 刚开始呢 感觉呢 会复复杂一些 以后算的多了 你要把一些常见的形状呢 就要很快的呢 就把它熟悉出来 比如说一木是什么样子 先呢 当然你先要对半木进行熟悉 这一类的都是半木 比如这地方黑棋 这就是半木 那这一类的黑棋 这一类的那就是三分之一木 我们原来算了 这一类就是三分之一木 一木 你先把小于一木的把它算清楚 这都是吧 就这么几个 就这个是三分之一 这个是半木 这个是半木 别的呢 也就没了 这也是半木 这是半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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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三分之一木 先把这个比较少 把这几个熟悉了 把这几个熟悉了之后呢 你接着就来要熟悉 熟悉呢 熟悉这样的 这个呢 是一木 熟悉是一木 一木的情况 这个是一木 一木的形状呢 还有比较多了 就是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将来你一提 将来你是能提着的 它会提回来 所以这个地方呢 黑棋呢 是有一木 它纵然摆成这样 你也要算你有一木 因为将来呢 这个是能提着的 这个基本上能提着 你提着 它提回来 是先手一木 这地方 黑棋吃两个 白棋吃了一个 所以这地方 黑棋呢 将来呢 是有一木 在这个地方算一木 对一木的形状呢 是比较熟悉 所以你遇到这个情况 那黑棋也是算一木 这也是算一木 这个情况呢 也是算一木 黑棋 黑棋一下 是得两木 所以这个地方呢 也要算一木 把这几个常见的形状呢 要很熟悉才行 一看 就知道了 这个是一木 那这种形状 如果没这边 没这边 这也是一木 有这边 那就是一木半 那常见的形状呢 比较要 把它熟悉了 那还有这个形状 也有四分之一 这一看呢 就熟悉 当然你不要记四分之一 一般就记住 一木强 比一木多一点 一木强 用这个词 一木 一木强 一木多一点点 这是把常见的熟悉了呢 对 对你日后呢 算这些关子呢 就比较容易 要不然 一个棋一下 你就很难呢 去算清楚 你比如这样的棋 也同样 那边呢 没有关系 你现在就来算 这一手棋有多大 棋都是活的 你要算清 这步多大 要想算清 多大 你就得准确的记住 这个棋有几木 你如果把这个 记清了 这就没问题 你一下 一看 这还有一有四分之一 白棋一下 这有三木 你就知道呢 这地方白棋破了 不到两木 不到两木 两木弱 这手棋 你破了白棋 你破了白棋 两木弱 那黑 那白棋差了两 不到两木 两木弱 黑棋是一二三四五 那这个五加二 就五木呢 就五木呢 不到一点 那这手棋呢 就是不到五木 一二三 他差三木 他差了不到两木 因为他现在还有一木多 还有一木多 那白棋粘上呢 才有三木啊 三木 所以呢 白棋差了不到两木 不到两木 加上一二三四五 加上五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个棋子呢 就不到点七木 那就意味着你实际下棋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棋 这个点大 还是这个点大 你实际下的时候 就要比较快的数清楚 棺子阶段呢 一般呢 由于对局中呢 把很多时间的都用在前面了 前面呢 算不清楚 而且很很复杂 算不清 都用在布局 要中盘了 到棺子阶段呢 一般所留的时间呢 就比较少 所以你就要比较快的算清楚 究竟这个大 还是这个大 这个你当然很好算 一算 这个是七木 一下就算清了 而这个 你也要很快的算清 白棋究竟少了几木 这个是少了不到两木 加这个七木 那这个棺子呢 不到七木 这个就正好是七木 所以实战下的时候 你就要下这个 不要下这个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差了四分之一木 那一个地方四分之一 两个地方呢 就差出来半木了 胜负呢 很可能就因为这个呢 受到影响 这是说鼠木 对这些棋形呢 比较要常见的棋形呢 要比较熟悉 一看就知道 当然了 深一步的情况呢 比较难一点 但是浅一浅一些的情况 那应该是比较快的呢 就算出来 那比如这个棋 有 比如这样的棋 那这步棋有多大 就要算的比较快 黑棋一走 得三木 那接下来 这个还有一木半 那黑棋一共差了 一二三 差了三木 那白棋一接 一二三四 这是四木 白棋一接是四木 那么黑棋一走呢 白棋还有一木半 这地方白棋呢 一共差了两木半 白棋差了两木半 那黑棋差了三木 这棋 两木半加三木 这个棋子呢 就是五木半 要比较快的算清楚 黑棋 白棋一接 得四木 黑棋一下 它在这个位置上 它就还有一木半 那只有一木半 现在 这地方是一木半 为什么呢 白棋一下 得三木 黑棋一下 它就没了 所以这地方 它是一木半 那这 这地方 它还有一木半 那四木 减去一木半 那白棋一共 就差了两木半了 两木半 再加上这个三木 一二三 所以这个棺子 双方是后手 所以这个棺子 就是五木半 一般你先把这个 五木半算出来之后 再来观察 它是先手呢 还是后手 你把这个以后 算清楚之后 那这个每天 再来考虑算这类的 这个呢 就要就复杂一些了 因为你初学呢 暂时呢 不用太多的要求 你就比较快呢 来算清楚这个 这个呢 又比那个多了一层 就复杂一些 一般的要求 你先把这一步弄清楚 那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这一讲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